好 那曾經媽媽後來又交了男朋友 那這個男朋友怎麼樣 我覺得他曾經給我一個希望 我覺得我有一個家 因為我從來沒有一個 媽媽交過我男朋友 會去關心我的 我的三餐 然後會看到我媽媽打我的時候 會出手攔下 會給你圍 對 甚至跟我媽說 小朋友不要打 用講的就好 這句話一直讓我很記憶深刻 甚至他那個時候50塊剛開始 那種黃色的 對 50塊那個時候 他甚至去換了一千塊來給我 他說你放在你的助攻裡面 這樣子的話你如果有急需的話 或者是媽媽跟我如果不在的話 你可以用 那時候我覺得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爸爸 可以倚靠了 對 靠山 對 甚至我們那時候 雖然不是過得很好 一台摩托車 載著我們一家四口人 因為他們還帶了一個姐姐回來 他說一起生活 然後我媽說是從羅通救回來的 所以我們就一起生活 那個姐姐多大 那個姐姐跟我差一歲而已 比你大一歲 對 然後我們就一家四口人 那時候你幾歲 媽媽在找這個男朋友 國中一年級 國一 國一大概十三四歲 對 十三四歲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開心 我覺得我真的好幸福 很少感受到這種愛 完全沒有 因為你第一個人感受到說 媽媽在打你的第一下 因為以前人家都是我媽打我 我媽叫我幹嘛 叫我跪我就跪 我 他沒有叫我起來 我絕對不敢起來 你這個應該很強烈 因為我記得以前我媽媽 如果你跟我們講的時候 阿嬤人來說 不要再講了 這樣就好 所以這叫阿嬤最好 對不對 甚至甚至連餐桌 我媽沒有夾飯 我沒有夾菜我都不敢 但是唯獨這一個 這一個季夫 他讓我覺得 喜歡吃什麼就夾 哇那種感覺 非常地深刻 然後一直到國 那這個季夫當時幾歲 他跟我媽差八歲 小是嗎 大 大八歲 大八歲 所以我會覺得 哇 我有個爸爸 我有個很 很完整的家 所以我很開心 我每次一看到他回來 我第一個就是 就是叫他 然後跟他撒嬌這樣子 然後我媽也很開心 對 好 那甚至 我覺得 在我讀書好的時候 他還會獎勵我 所以我會覺得 哇這 這要去哪裡找 所以我非常非常愛他 對 而且那時候 會讓我媽媽變得 沒有那麼的兇殘 因為我媽媽會生氣的時候 你可能手上拿到 你只要每次 電視台上的書 書 你有看過菜刀飛過來 親眼看到 親眼看到 所以在他身上 我整整呆 一年 過一年的快樂日子 完全都是沒有 沒有不開心 對 一直到有一天 他跟我說 我國一讀 讀書的時候 他讀半年 要讀國二的時候 他說 你要認真讀書 好不好 我就說 好 他就這樣子幫我支撐到 國 算是 那個叫 國中畢業後 他說 要讀書 他說你確定要讀嗎 我說對 我想要繼續讀下去 好 然後一直到 我繼續往上讀的時候 就是高子 對 高子的時候 讀到半年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我們家裡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 要不要休學 對 我就說 好 如果真的不行 我媽都開口 丟臟臟錢 對 他就說 一起賺錢這樣子 我說 好 然後到 我答應 要出來賺錢的時候 就算那個時候 然後沒有多久 肌腹喝醉了 媽媽不在家 帶著姐姐先去工作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當歌手 然後他喝醉了 直接到房間來 就 性情 那時候你高音 對 就性情 性情的當下我 我 我只能去廁所 可是他 平常那麼愛你 你會覺得很震驚 我真的 對 我就在廁所裡面 一直關著 信心完了 對 我一直關著自己 然後我就一直在浴缸裡面 我完全都 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然後他有敲門 可是我記得很清楚就是 我不敢敲門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還沒有回來 那個檔下 到最後他自己拿那個一塊錢 開了我那個廁所的門 他說 因為那個一塊錢是可以用的 螺絲起子這樣 對 我那時候我才驚喜 我說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一直哭一直哭 他就跟我講說 你放心 我會很愛你 就像愛你媽一樣 那你知道你媽媽的個性 如果降了 你媽媽會發生什麼事 你應該很清楚 因為媽媽個性很剛烈 然後意思是這樣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說 我自己就說 我不知道我要怎麼辦 可是我就這樣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敢講 對 這種事情一直發生 一直到 高職快三年級的時候 我跟我媽成年級 所以你又一直在讀高職 對 因為我畢業完後 不是 我不是已經 已經休學一年 後來的一年 我說我要復學 對 因為我答應你們 我出來工作 好 那一直到我復學後 一直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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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續到我高職畢業 可是在中間 我試著跟我媽說 媽我 如果說 如果啦 我 我被 我被怎麼了 你會相信嗎 你要暗示他 對 我說如果叔叔 喝酒了 我不小心 我被怎麼了 你相信過我 你會相信我嗎 他說 不會啦 他那麼愛你 不可能啦 他又再次再度的否認 對 我說 那如果不小心了 他說 那就是你勾引他 那一定是你的問題 那你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我們當歌手 其實真的 也因為環境的關係 我們也 沒辦法傳很多嘛 所以 所以我 當我聽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完全都不講話 完全都不講話 我就說 崩潰 對 因為我就是躲著 你只能 你只能說 那我要怎麼做 唯一可以求救的 對 可是不管我發生什麼事情 我永遠都是第一個 被打巴掌的就是我 從來沒有人會相信我 所以我會變得很自卑 我會覺得我好像 我好像做什麼都是錯的 可是那個姊姊訪得比我好 那這樣的關係 性侵長達九年 因為他一直用 因為我很愛我媽 所以我希望 他對我媽好一點 所以我想要自己維持這個 假象的家 家庭 也許是我自己的幻想吧 我又不揭穿這個家才那個 才是完整 看起來完整的家才完整 對 可是錯了 我一直做一直工作 我從早上做到晚上 甚至夜店 我還要去工作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家庭的關係 因為家裡欠債 所以我甚至去自己去學鋼管 因為那時候鋼管說要三萬塊 我沒有那麼多錢 我們家如果那麼有錢的話 我就不用那麼犧牲 所以去學鋼管要花三萬塊 對 因為那時候鋼管也剛興起 三招就三萬 下面倒掉 上面倒掉 再一招隨隨便便的一個物資 是 三萬 可是我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我就去學校學鋼管 因為我媽媽那時候哭著跟我說 這個錢一定要還 多少 我那時候 去我全部整合下來 大概三四百萬跑不掉 缺三四百萬 對 金媽媽欠的還是那個 我也不知道 因為他們本來就愛賭了 對 那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沒有跟他們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錢是怎麼欠的 但是因為我不想要再過著 就是被那種高利貸 然後你關門 你不能講話 媽媽來講 你不可以講話 然後 人來偷銷 對 人家來 戶外或沒人 對 甚至你還有 甚至車子被二代 我們明明都開到這邊了 你下一秒鐘你的車子不見了 才發現是銀行牽走了 當這些事情 都一一的發現的時候 我只能去選擇說 好 我去面對這些 然後去學鋼管 然後又唱歌又跳鋼管的 半夜還要工作去跳鋼管 回到家裡的時候 我還要半工半讀 我還要去讀書 早上還要讀書 就這樣連續下來 一直到 一直到我讀專科 有一次我真的就是 卵巢癌 卵巢 割掉了一顆 他說那時候已經 十二公分了 扭轉變黑了 就在保健醫院屏東 他說這個時候 你再不趕快開到 專科等同才大學生而已 你就卵巢癌 我就卵巢 卵巢反黑 十二公分 他說如果你再不馬上 開刀的話 拿掉的話 你可能就已經 這個姓名不保了 因為我痛到不行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